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这个时候远渡重阳出海打拼的 至今家里还留着爷爷临行前拍的那张全家符 封年过节的时候 乡里都热闹极了 祭拜宗慈 跳着音歌 舞龙舞师 有时还在村口搭起台子看戏 但是这些热闹好像都跟奶奶没有什么关系 为数不多让她感到宽慰的 就是听到油柴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骑着 女子去月二十三遭到乡 在乡本月初二日打大鸣船前往 至初五日二点钟敌你 水涂平安 水涂平安 环山之水必有其远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这就是我们的过去和今天 这个城市和你一样 会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